中国球员们张玉宁 就是他就是这个培养方式 就是他爸爸自己花钱 就从小培养 然后去送欧洲俱乐部 去少年队吧 就是再往上打 就已经 而且自己打到了国家队 我觉得这个家庭的培养 和父子的传承这一块 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 海兰之家 他给这个张玉宁还拍了一片子 就表现这种父子足球情的这种 为这个父亲节准备的 他说到这个父子 我还真想问问大将军 你见的运动员多了 你觉得这东西 是不是一般都是跟家庭有关系 就是真正运动员能成才的 一般来说父母 要不就是运动员出身 要不就是有这个背景 是不是总是有点关系的 因为我父亲是踢球的 我母亲是搞田径 但是也有很多 不是像我们这样的 他也能成才 比如说玉宁 他父亲不是踢球的 这可能就是从小对孩子的这个投资 玉宁现在的这个表现 是得到成真比 一个首先 在欧洲生长的这种球员 他能在欧洲 能生存 就像我们就说 他肯定有他的一定的实力 这位他父亲来说 对他生活的起居 训练比赛 全脱产的这样的支持 其实是我们所谓的一种保障 足球运动员啊 他为个人成功的这个心更强 还是说 为了想让自己所在的国家队赢 这个心更强 我想 最终还是会选择后者 因为我强了 我才有这样的机会 我没有 没有到这样一步 国家队招不了我 我